小提琴家新的速回系列紫皮 魔音回响和之前的紫皮 咸尾蛇应该选谁 是的 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提琴家速回系列的新紫皮 魔音回响的一个实战效果呀 首先说一下 我还是特别喜欢 他这个配色的一身白色的长袍 尽显贵族风范 然后我发现 不是不是我发现 大家发现了没有 好像并有人格中很多的紫皮元素 都特别喜欢用这种领带 你看这一次也是突然的 有个白色的领带 以及白色的袖口 还有这种白色的长靴 这应该是和欧美那些 服饰因素有关吧 然后说回到这个紫皮 这个紫皮 它的一个脸 我看着有点眼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小丑 你看它的这个笑 和这个魔音回响的这个笑 好笑 而且它的红色面具的眼睛里面 是在溢出东西的 这到底是银浆 还是男人的眼泪呢 所以这个红色面具下 到底隐藏着一张怎样的脸呢 和之前的皮肤不一样 这个紫皮 它拉琴弦的方式啊 是用面具上的红色飘带 不再用它的头发了 很大可能是因为 这次的头发比较短 够不着琴弦 所以又额外加了这几个红飘带呀 然后如果在这个皮肤 和之前的弦尾时之间选择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这个新紫皮的 大家要注意一下 速回系列的紫皮只能用回升 不能碎片兑换的 而且是现实的 如果你们像我一样 之前没有咸味蛇紫皮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紫皮 应该是我二小林家的玩家 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手感看起来也相当的不错 如果你们之前有金皮 或者有紫皮的话 这个速回系列 我觉得可有可不有 懂我意思吧 那这款紫皮啊 将会在1月27号上线 你们会不会入手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影片下吧 感谢关注 这里是男孩 我们下视频见 拜拜